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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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 那天推小姐下去的 到底是谁 是楼上市 我亲眼看见的 她把小姐推下去 为什么 她为什么杀阿民 前几天 楼上市和小姐发生冲突 小姐一时着急 就把楼上市弟弟害死素娟的事 说了出来 楼上市写信 求小姐去梁亭上见面 结果 没想到 那那封信现在在哪 那封信 被小姐给丢在路上了 追杀芳华的凶手呢 抓到了两个活口 都是外面请来的杀手 见识不妙 福毒自尽 带她下去 小心看管 是 走吧 楼清墙 这个贱人 竟然丧心病狂 杀我爱女 我不杀她 为阿民报仇 我施不为人 沈国公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物证 光凭芳华一个人的口供 相信大理寺 是绝对不会判定楼清墙有罪的 为什么 爹 爹冷静点 芳华毕竟是阿民的事 如果别人因为他们的关系 不相信证词 我们一样动不了她 那怎么办 难道 我的阿民就白死了吗 我 整个沈国公府 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无品女官 她的后台是太后 虽说太后现在西佛堂闭关不出 楼家的势力也大不如前 但楼清墙毕竟是太后最贴心的女官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 她肯定会护着楼清墙的 长广王殿下 长广王殿下 不管怎么说 阿民 阿民也是你未过门的妻子 你身为一国储君 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冤死吗 放心 盛国公 我跟家民 虽没有夫妻之事 但是跟你却有公许之意 跟家业更是有兄弟之情 只要我高展在世一日 我就可以跟您保证 我一定会为家民报这个仇 老臣谢过长广王殿下 人家一门 愿为长广王殿下干脑涂地 快快请起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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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被放出来了 放心 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阿珍 阿珍 我怎么就被放出来了 真是 最终我们说服了沈国公 于是他就跟皇上说 沈家丽從小患有精丰症 当时因为病情发作 一不小心才适终摔了下去 皇上一看到奏折 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了 这次我为了脱罪 答应了楼上事 说你和我 从此不会再追究此事了 你那也是事出从全 但是我相信 就算我名利不动手 家燕他也一定会动手的 他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 我想楼市那边 一定以为我 是为了你 才故意向沈国公府 隐瞒了真相 等过一段时间 他们放松警惕了 虽然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 沈四镇 还真是胡言薄命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除非名义下葬 这是我父亲最后的希望 我不会介意的 其实 我应该感到庆幸 沈四镇到最后都不知道那件事 沈大哥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阿民走的那天下午 还跟我说要给我带礼 他那天笑得很开心 我没想到 这一走竟是永别 沈大哥 你别太伤心了 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 我要送加密回品州 你自己多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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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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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我可以買一口酥嗎 大人 阿必這次那麼幫你 恐怕以後 是不能再待在私醫生了 陸貞這個賤人 果然是有手段 阿必啊 我是可以把你調到別的寺 不過我現在的處境你也知道 我只怕 是做不了主 给你安排更好的地方 阿比哪都不想去 只想跟着大人 可是你想好了 跟着我 没那么简单 别的不说 这次芳华没事 我也算彻彻底底的 得罪了沈国公府那边 阿比不是短视之人 大人如今折服 只是余游浅水 假以时日 必将重掌天下 好 那你以后索性 还是顶着这个掌声的名头 转过来 当我的侍从女官吧 谢大人 恭喜大人 好了 我又不是新官上任 用不着这么隆重 恭喜大人 都有的 都下去吧 是 大人 神掌上的事 那时局的调恋 我已经看过了 她走了也好 这段时间 我不能经常在宫里 玲珑 私一私的事 就拜托给你了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那又怎么样 你原来在四宝寺 不也干得挺好的吗 好好干 争取做出点响动来 大人 为什么你宁愿推荐 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丹娘 也不愿推荐我 去参加女官紧急考试呢 哪儿来的女子 竟敢敲打明月谷 我是内事局六品司一陆珍 今日击鼓 主要是想请大理寺 暗律重审我爹的冤案 丹大人 陆赵氏带到 下去吧 是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是人还是鬼 大人 冤枉 大娘 你都还不知道我要告什么 怎么就喊起冤来了 你这个贱人 还死了你青天 在外面杀了人 闯了那么多的祸 我们陆家摊上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妹 闭嘴 陆思一是宫中女官 岂能容你一介伤父 任意辱骂 张嘴 是 女官 你什么时候成了女官了 陆思一 你 状告陆赵氏 毒杀亲夫 此事刑部当年已经结案 今日申请重审 可有什么证据 大人 我这儿有人证 也有物证 当年陆赵氏 正是用这乌头之 替换了茶水 谋害了下官之父 大人 这是误告 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 凶手 是我们家的丫鬟小环 大人 那还有一份 临安街胡迹药房 长官的证词 可以证明 陆赵氏之地赵泉 曾经就在那儿 买过乌头 堂下还有一名证人 可以证明 陆赵氏 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传证人上堂 敏夫见过青天大老爷 求大人为我家小环 申冤哪 有何冤屈 青天大老爷 当年 就是这个陆赵氏 他逼我家小环 给陆老爷下毒 还逼小环 替他顶罪 可怜我女儿 拿到毒药以后 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他拼死把真相 写到了自己天生的衣服里 要不是给他装链 我们还不知道他死得这么远了 你血口喷人 大人 这个婆娘分明是 想扎取我们家的钱财 小环死了以后 我已经赏了他很多装链的钱 赏了多少 二十两金子 一两黄金可以买十个丫头 如果你没做亏心事 为什么要给小环那么多金子 这个女人为了谋夺家财 还曾经诬陷于我 陆真深陷其冤 历经波难 才入宫为关 今日 终于得知真相 还请大人秉公办案 陆赵氏 你还有何话要说 大人 不认识 既然如此 本官当堂宣判 陆赵氏 谋害亲夫 罪无可赦 按大旗律 应即刻打入大牢 秋后奔斩 来人哪 把犯人带下去 是 大人 冤枉 你不要人杀了我 我冤枉 你这个贱人 就算杀了我 你也是个野种 野种 陆四一 你年纪轻轻 就能入宫为官 背负深渊 本官实在佩服 今日真相大白 你应得的家产 会发还给你 令尊的在天之灵 想必也可以安息了 谢大人恩典 出来了 陆大人出来了 来 姐姐 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你家可真大 比巡抚大人家还要大 还要气派 还好你不是陆湘大人的女儿 她才五品官 肯定没你家有钱 那当然了 我们陆家三代皇生 普通的做官人家 还真比不上我们家副作 那你家有没有开点心铺啊 嗯 有事有一间 哎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我本来还学 敬相勤妾的意思 被你这么一说 全都没了 大小姐 小姐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娘 娘 回来了 哎呀 哎呀 爹 女儿今日夙愿已经达成 终于为您报了仇了 愿您在九泉之下 从此安息 姐姐 陆忠 对不起 我把你娘 姐姐 我不怪你 是我娘自己做了恶 没事了 没事了 李承他 对你还好吗 自从你上次派人来过之后 就好多了 姐姐 你怪不怪我 我明明知道你是冤枉的 还抢了你的夫婿 占了你的家财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是我的妹妹啊 要不是那天你把我放走 我可能早就死了 姐姐 你当了女官 还会认我这个妹妹吗 安珠 你记住 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现在全天下 只有我们两个 是至亲骨肉了 嗯 怎么这有赵氏一个人的官籍呢 其他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老爷去了之后 他那份呢 就被官府收回去了 二小姐嫁出去之后呢 那边自有新的官籍 可大小姐你的 她不会是因为记恨我 顺手给扔了吧 那也难不倒我 我去找组长 再重新出一份证明文书 到李正那里 再重新办一下 奶娘 快去把组长请过来 是 不敢不敢 大人请起 大人现在是青出于蓝呢 大人现在已经是六品司衣了 是我陆家 祖圣有德 祖圣有福啊 多谢族长老爷夸奖 陆贞这一次专程前来 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一份证明文书 我好到李正那里 把丢了的官籍重新办一下 我马上先 你去把族谱拿来 是 我记得陆甲这一支 是在叶城的云子房 大人 不是我不帮你 你看 怎么可能呢 我爹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 我明明就是他的女儿啊 难道 是赵夫人改了嘴子吗 是族谱 不对 族谱放在宗词里 他根本不可能 奶娘 为什么我大娘一口咬定 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难道 他说的什么接生婆 都是真的 小姐 不是我有心瞒你 你娘嫁过来的时候 的确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当时老夫人还在 老爷执意要娶二夫人 所以老夫人拗不过 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可我爹 我爹他明明那么疼我 老爷把二夫人当神一样供着 怎么会不疼你呢 他为了你们母女俩 跟老老爷闹翻了 可是老夫人 拿出当家的威风 一定不让当时的族长 把你们母女俩的名字写上族谱 后来又做主去进了赵夫人 难道说 我可能真的没有关键 不是的小姐 老爷一直把你 当亲生女儿一样看 再加上这陆府上下 都知道你是大小姐 我说小姐你就别 野种 我可能真的是野种 是这样 好 我知道了 阿珍 阿珍 我居然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我都知道了 这没有关系 你是谁家的女儿 我根本不在乎 不是这样的 之前杨姑姑跟我说过 皇子郡王成亲的纳采仪式上 除了要用关籍 来验证梁家子的身份 还要向天下公布祖籍三代 这 我向大理寺请求重审的状子上 已经写明了我是假托陆湘之女的身份入宫的 虽然皇上赦免了这个罪过 可是我连这个官籍都没有的私生女 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正妃啊 你别怕 改名啊 我就叫你们陆家的组长再补一份去 我就不相信他能说一个不字 你是储君啊 这种事情就算做得再好 也不能天衣无缝 难道 你要让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 说你的正妃是个拦历不明的野种 更何况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又怎么能嫁给你 阿朕 有我在这里 你什么都不用怕 不用担心 我想起来了 我曾经在户部认识了一名陆尚书 他为人端方 家事也还算过得去 改名啊 我就跟他打声招呼 然后呢 你就到他府上 任他做父亲 你就说 是他在老家养的嫡女 这样啊 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阿朕 这件事 能不能缓缓再办 为什么 让尚书大人做父亲固然好 但是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知道 可现在除了你娘留下的那支九栏钗 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线索 想查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之前杨姑姑和杜师傅都跟我说过 那个九栏钗一看就是宫里的老东西 一般人肯定是带不起的 说不定我再找找 就能查到我娘的下落了 我看没这么简单 我在宫里住了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谁带过九栏钗 阿朕 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为父报仇这个心愿 也该想想咱们的事情了 那总不得你一辈子找不到生父 咱们就一辈子不成亲吧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我根本就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当父亲 但是你现在不认他做这个父亲的话 你就没资格当楚飞啊 你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 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是 你是没在意过 因为在你眼里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 你可以帮我弄一份假官机 你可以帮我随便找一个父亲 可是 我只想知道我是谁 你又犯决了是吧 阿珍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阿湛 你之前对我说 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 冰姨却沈家民 你很不高兴 可是现在呢 你却也对我这么说 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 但是那种不在意 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 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 你潜意识力 根本就不尊重我 你说让我只娶你一个 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 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 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 这么计较好不好 这不是小事 请你不要用这种诗人的语气 跟我说什么只娶一个 你是长广王殿下 你要真想做什么 我也拦不住你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先回修文殿 什么时候你心情好了 过来找我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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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如果我对你说 从今以后 不许你吃一口酥 不许你吃蜜饯 更不许你吃糖仁 那可不行 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 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 这就是了吧 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 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 去安排生活 认不认父亲 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件小事 可是对于我来说 却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 我连这些都放弃了 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上次我见到你 你也是在这里发呆 沈大哥 你从平州回来了 家里还有些东西 落在四宝寺 我回来帮他收拾 路上一切都还好吗 都还好 不过我看你倒是一点都不好 又轻瘦了不少 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 我很佩服 能为福深渊是好事 可你为什么没精神呢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不关他的事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告诉我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以前 我总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 什么都可以不管 可是现在 我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怎么还能妄想 做他的妻子呢 这件事 确实是你想多了 昌广王殿下说的没错 只要找一户大户人家 把你寄养在名下就行了 这种事前朝也不是没有过 如果你担心和别人不熟 就从我们沈国公府出嫁 沈大哥 谢谢你 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一下子都懵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回西佛堂之后告诉楼上是 就说这果子我已经收了 而且什么也不知道 我有件好事 需要你帮忙 别着急 待一会儿 我延长好戏给你看 也不能对他的心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听 停不下来就让自己闪了心 把手握紧 闭上一世一样 我一见